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辣漫哥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还是有帮助的话,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哦 今天我听我的老铁啊,一个建议 入手了一个软路由 这个软路由呢,它的名字就叫 蜗牛星际双千兆NAS 就这么一个软路由啊,我的名字我一般都记不住的 呃,什么NN,那个什么NAS啊 那个什么那个功能啊,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呢,我首先用小白的心态呢,反正入手了 我就把它演示给大家 噔噔噔,哇 过来的时候这个箱子好大呀 这么大个箱子,其实这么大个箱子啊 等我把它那个拿下来的时候,这么多还有个海绵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主角是什么样子的啊 拿出来咯 这么大点 这么大点,好小啊 看看,看看 先把这个箱子扔掉 扔掉 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多大 很小啊 啊,有一个线 啊,这个电源线 这个我也扔过去 啊,先放 咱先看一下这个机箱长什么样 那我们看这个机箱长什么样啊 啊,这是前面 前面这么看吧 这是前面啊 一二三四什么 这一二三四四个那个硬盘盒 好像是语音服务之类的吧 回头我在研究这个啊 我们先把它做成个软路由 再玩再说 啊,这边一个四个 啊,这边有个 按键,两个USB插头 啊,这个一二三四个头 啊,这还可以拔出来的 啊,还挺好玩的 好呢 在后面 啊,后面这是电源的 这两个千兆网卡 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要那改好的那个千兆网卡的那个 啊,这个东西啊 就是他要改的 要最好他自己改 他说你你你回家改去 我是让他自己改好了啊 给我发过来的 千兆的啊 啊,这两个是USB的口 啊,这是视频出现啊 这个都有 哎,回头自己玩吧 东西嘛,就这么大点啊 这个风扇的声音呢 也非常小啊 也不是很大 哦,忘了说明了一下啊 多少钱买的 嘿,330块钱 不包有啊 330块钱 人民币 那个内,里面还有含那个16G的那个硬盘 这可以说是 这可以说是史上最便宜的软路由了啊 那个G91004G内存 16G固态硬盘 哎,怎么样 哎,那现在我就演示一下他的硬件属性各个方面了 开始吧 我们首先呢准备一个U盘啊 这个U盘呢要装一个PE启动盘 那我们是下载了一个老毛子这个系统 大家可以到老毛这个系统装一个老毛子啊 这个是个老毛子 然后呢把这个系统要装到U盘上面做启动盘用 那你这边随便点一个什么PE啊 这个就可以了啊 这个WENBAPE版就可以了 这个装完了以后呢先放了不用管它 好,然后我们就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REDE 就这个 这个是网站的固件下载啊 我们把这个软路由的固件下载 到这个来下载出来就对了 到了这个里面呢 我往下拉往下拉 到这个有个虚拟机转盘或PE下写盘专用 就这个 我们把它点进去 我是下载了是这个 第二个 我把这个第二个下载出来了 我一定下载完了我就不下载了啊 下载完了以后 它就这么一长串的名字 我把这个名字改成一个RR 那我就 就把这个改这个名字啊 改了这个名字以后呢 其实我当时有个误区 到那边安装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大家不要犯这个错误就对了 下载完了以后呢 把它双击两下 因为这是压缩包 要把它解压缩 我们解压缩 那我们下面就是把那个老毛的U去做一个系统盘 那系统盘的话 我们就插上U盘 那我已经插上去了 我这是4G的变成3.8G的这个啊 它默认的啊 它直接一弹弹出来了 这格式呢 我选择32位的 然后呢 我就选择一键制作U盘启动盘 点这个OK了 因为我制作完了 我就不制作了 然后现在是把压缩包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呢 复制到U盘里面去 包括这个写盘工具呢 我也会放下面啊 写盘工具的这个呢 也要复制 也要复制 复制到什么地方呢 复制到 这个U盘进去 再进到这里面去 然后我这边 在这边呢 建立一个目录 一一目录 然后方便好找嘛 然后双击两下是 就复制到一一目录里面 那就把这个文件放进去 这个文件也放进去 一个写盘 一个这个固件包 都放到这里面去 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呢 就是机器操作 对了 接那个软路由的话 也不要忘了鼠标跟键盘 也要拿过去插人去哦 然后把这软路重新启动以后 他就进入一个老毛的这个 U盘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回车 我们现在进去了 那接入老毛的PE系统以后呢 我们现在分区一下 点击分区工具 升级两下进去 然后点右键 然后导致这个清除 删除所有分区 点一下 按确定 然后点保存 点保存以后呢 我们再关掉这个界面 然后运行到我们刚才那个系统 点我的电脑 找到我安装里面的东西 点这个上机两下进去 然后点YES 然后再选择0嘛 然后这边点 这边我的电脑 在这里面有一个 到这里面找这个U盘 点这个进去 这个文件 然后点GOD 因为它必须要在0次到嘛 这个硬盘的0次到 这个硬盘的0次到 然后GOD 选择YES 然后就等 然后我们再等待很快的 它现在就开始写盘了 它点OK 这时候把它关掉 然后把电脑 选择 关机 然后把那个U盘拔掉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好 然后它就要安装了 接口的方式呢 我是一条线直接接到 接到我的那个光猫上面 另一条线我是接到这个路由器上面 因为我要使用这个路由器的WiFi 然后我的电脑呢 是用了那个路由器的WiFi 然后我们现在要电脑上面操作了 安装完毕以后呢 我们直接到电脑端这边来操作了 然后我到打开的浏览器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的网页上面 直接输入 192.168.1.1 它是默认是 是这个啊 我们输入以后呢 它就会提示密码 密码的话就是这个 我会把这个密码放在那个视频下方的啊 这个 然后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粘贴就可以了 我改过了 我就举一点登录 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在哪里改密码啊 登录以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主机的系统的那个强情 那它这个CPU的话是G900啊 1.99GHz 四核的 四线式的 大家主频是这个啊 这个温度 这个复合啊 这个东西我们要详细看一下 我们一看这个的话 哎 这个东西就是好料了啊 最起码这几个东西都是有用的呀 是吧 那16G 那我们看它那个网口是不是千兆网口呢 再往下拉往下拉 哎 到这边来看 看到没有 网口状态 两个啊 千兆网口啊 千兆网口 看到没有 那这个硬件的信息嘛 就在这了 那我们现在教大家如何先把它连接上网再说 我到这个地方左下角往下拉 网络 我点网络 网络这边有个接口 点接口进去 它默认的是三个接口 三个口 你删掉一个就可以了 留一个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两个 一个是lan 一个是万口啊 这两个口都有就可以了 由我们到这边以后呢 先设施一下网关 防止你的网关跟你的光猫有冲突 那有些人的光猫是光猫不耗的 光猫不耗的话 它是192.168.1.1 跟这个路由的那个是一样的 防止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改一下光猫的网关 那我们在这边拐 那我们就到这边来改 我们到点那个编辑 点一下 lan的编辑 往下拉 到这边是192.168.1.1 我们把它改成99 我改成99的 99 哎 然后呢 这这都不用改了啊 静态的 什么都不用改 点保存并应用 按一下 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 然后在这边输入 192.168.99.1 19 192.168.99.1 回车 他们进入这个地方 我再输入下的密码 然后再登录了 这网关已经换成192.168.99.1了 进入以后 我们再进去点到网络 点到接口 然后我们要设置上网的话 就点WN1 编辑 点编辑 那我们到了这边以后呢 如果是光猫拨号的话 那就选择DHCP客户端 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就这个选项 就不用管 就不用管它了 其他都不用变动 如果你是软路由拨号的话 那就点击这个 选择PPOE 这个选项 然后点切换协议 这用户名就输入你的宽带账号 这密码就输入你的宽带账号的密码 然后再往下拉 然后点保存应用就可以了 到这边别忘了 然后还有一个管理权设置 为什么呢 你就要把那个登录密码改了 因为那个密码太复杂了 我们点入这个系统 系统这边有一个管理权 管理权点进去 这边输入你的密码 比如说随便密码 你自己的密码点 再点一个 然后点保存 那现在就要教大家如何科学上网的设置方法 SSR跟SS的设置方法 然后点击酷软以后呢 就出现这么多 我这边已经安装了 这个未安装 我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有这么多的软件 60多种 自己可以选择 看看都有啥作用 我还没研究透呢 那我只安装里面有这么几个软件 如果是SS跟SSR的那个安装的话 你就安装这个科学上网插件 轻松科学上网 安装这个插件 这个安装完了以后呢 就到了已安装这个界面里面了 那我们就点击科学上网 点一下进去 它默认的是这么一个开关的状态 那我们就把它开起来 这边有很多种设置方式 这边一开始一个账号 然后节点管理 这么多设置方式 我们可以点一下节点管理 那节点管理有个SS节点 跟SSR节点 节点管理 这么三个选项 那我可以选择这个 节点管理 大家可以往下拉 往下拉 在这个地方有个订阅 SSR订阅网址 如果说你有机场之类的呢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订阅网址 然后点一个添加 然后保存订阅设置就可以了 如果再往下拉 如果你大家有那个连接 有自己的机场的连接的话 也可以把那个连接直接到这边来 然后点解析并保存为节点 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当你保存完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点击这个账号 这边来 然后他会选择 往下拉的时候 他会选择 他会多出来你那些订阅的选项 然后你选择相对应的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模式 因为你不能全局啊 全局的话你走国内也要走代理了 所以大家是走那个大陆白名单 或者说这么一个模式啊 那还有个是更新的地方 规则管理点叫规则管理这边 这边有更新 更新各种方式的更新方式 大家可以点手动更新啊 这样的话 然后保存本页设置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里选择谷歌云 我选择完谷歌云以后呢 点这边有个提交 我点击提交 大家可以看一下 提交成功了 他把这刷新 刷新以后呢 他要显示 那国外的连接OK 国内的连接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节点的好坏 这瞬间就全部体现出来了 这个就是SSR跟SS的设置方式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哦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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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